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饼妹 今天教大家制作绸段大饼 不用发面,不用烫面 做出来的饼柔软筋道 层次分明,凉了也不会硬 卷肉卷菜都好吃 视频制作不易 不要忘了给饼妹点个红心加关注 下面咱们开始制作 首先咱说和面 一斤面,凄凉水就可以 不用放盐也不要烫面 和好的面,和到没有干面为止 咱们让它醒30分钟左右 使用就可以制作了 饼妹做的这个 是一斤半的面剂子 根据咱锅的大小 选择适量的面剂子就可以 咱们首先把面剂子 给它搓成一个长条 然后咱们给它擀成一个 薄厚均匀的长片 首先先给它擀两边 然后左右擀开 擀得越薄越好 记住要薄厚均匀 薄厚均匀以后叠出来那个层次 才是一张一张的 有的粉丝说 做出来的饼不够渲软 这个跟锅的大小和面剂子 做的大小也有关 如果说你锅小的话 做的特别大 然后饼特别厚 做出来也不够渲软 还有火候就看得太大 火候太大了以后 这个饼也不太渲软 具体的制作手法 咱就照视频上这样做就可以 主要是收口处一定要收紧 把两头收口处捏紧了以后 咱们那个饼才不会漏气 那个大肚子才能鼓起来 做好的面剂子醒五分钟再擀 擀的时候特别的柔软 特别的好擀 擀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技巧 就是上推下拉左右45度打开 一般的饼也就圆了 轻轻擀就可以 多擀几下可以 不要使用蛮力 锅门就上下200度 整个烙制过程4分钟左右 不要时间太长 时间太长了以后 那个饼就干了 烙到两面金黄 肚子都鼓起来 就像这样 大饼出锅了 你们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